我们隔壁这一家又在装修 我白天窗户都没敢开 怕有灰尘 大家好 下班回来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点东西 现在准备来做饭了 这是昨天烧的牛肉炖萝卜 没吃完 这是我老公昨天买的豌豆 昨天两个人向我在家给他剥好的 今天炒起来方便一点 来做个凉拌防装 还有几个香菜 这个肉丝也是我老公昨天切好的 炒豌豆吧 肉丝稍微厌制一下 我老公洗干净了切好 用食品袋装着冻在冰箱里的 我早上拿出来解冻了 放点生抽老公 独肉更远一点 等一下要切那个黄粑直接入口的东西 我这个砧板和菜刀都是洗干净之后 用开水烫一下的 一直都想着要再买两个菜板 老是想不起来 这个蒜再拍一下 特别好剥 要不然这个皮不好剥 看一下看何好剥的 刚刚烫过的菜刀还是热的 在网上看到人家用那种菜板切熟食 直接可以就拿到餐桌上当盘子用的 挺好看的 那种木质的 我想买两个那样子的 这个小米辣特别辣 我挑了两个最小的 今天晚上就拌一根黄瓜 要不然又吃不掉了 牛肉炖萝卜 今天晚上要给它吃了 要不然浪费了 再切点葱 我女儿不喜欢吃醋 少放点 切了点葱 切了点葱 venidos 我开饭了 吃到一层 我会让它打成 来 吃到一层 其实我们开种 吃到一层 点葱 洗手洗手吃饭 今天回来晚了 我回来就有幸福在吃 幸福啊 嗯 幸福 刚刚你女儿还说 哎呦 我肚子好饿 我说过去就有的吃了 还有点饭 加给你吧 好 好 本来打算烧个汤的 看有这么多菜到时候又吃不掉 没烧汤了 好好 好好